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史考斯戴尔的一处建物 一个个比人还高的金属桶看起来像是工业设备 但里面装的是人体 你没听错 是一句句因为疾病会意外导致心跳呼吸停止 或呈现重度昏迷的脑死现象 而被宣告法定死亡的人体 他们在意识清醒前或在家属的要求下 以液态氮冰冻保存 等到有望治愈的医疗科技问世那一天 他们就能解冻重生 迈克斯摩尔是美国研究人体冷冻技术的 埃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的前执行长 他说目前已经受理一百九十九名癌症 以及剑洞人病患 还有一百只宠物 他强调这些病患的状态 就像陷入长时间的昏迷 身体停止了新陈代谢 器官暂停运作 并非真正的死亡 墙上照片的小女孩不到三岁 来自于泰国 因为罹患脑癌而多次开刀 却始终无法痊愈 两个都担任医生的父母决定冻结 封存宝贝的短短人生 等待未来的医疗能治好他 人体生殖细胞的冷冻保存技术 有数十年的历史 冷冻的精子和卵子 可让不孕者经由人工受孕 而一元父母梦 埃尔科以类似的方式冷冻人体 简单来说 将被宣告死亡的病人 放进特制的病床 周围放入冰块冰水 并用仪器保持低温循环 接着装上自动心肺复苏器和呼吸器 保持病患的血压和体温 避免细胞受损 同时也要防止病患恢复意识 换句话说 就是让病患没有生患和神经反应 维持基本的维生状态 将人体冷冻保存 以对抗死亡的想法 宛如科幻电影的剧情 但是却有着不少的信徒 纽约名媛巴利斯希尔顿 是台面上签约同意冷冻保存的 敏人之一 据传迪士尼娱乐帝国的创办人 华德迪士尼被冷冻了数十年 不过家属公开的驳斥 埃尔科基金会成立至今 已经届满五十周年 今年大会在六月盛大的登场 目前会员数接近一千四百人 而摩尔的妻子 未来学作家纳塔莎 也是其中之一 她把去世的毛孩冷冻保存 自己则选择局部冷冻 也就是被宣告死亡之后 只保留脑部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报道 埃尔科一名前医疗应变主任 受邀到中国山东迎风生命科学研究院 指导人体冷冻的技术 文章也披露 这座由中国官方资助 高阶研究员超过一千人的生计中心 总共投注台币两亿元 在人体的冷冻研究上 目前知道包括美国 俄罗斯和中国 有人体冷冻的研究机构 冷冻保存人体的理论 并没有获得科学界的认可 纽约大学医学伦理专家卡普兰表示 把人动起来等待医疗重生的想法 太过于天马行空 纳塔沙反驳 44年前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 舆论一度深陷其中的伦理争议 以目前的时空看待冷冻保存人体的议题 也反映出相同的观点和心态 在科学家眼中 医疗进步的轨迹 没有任何佐证可供预测推演 性者横性是真理或偏执 答案自在人心 公事新闻张鼠芬编译 未经许理UP